Mina,中國人經常都會說一句說話叫書畫同圓 意思就是書法和繪畫都是同一個原理的意思 而且也是人類傳達思想的重要方法之一 在2019 觀眾病毒期間,大家都知道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平中心 也期望透過Sentango的創作活動 向大眾,特別是青少年,宣揚心靈和和平的概念 所以我們第三個得獎項目,畫出和平 正正就是向大家展示Sentango 閃繞畫這個簡單,輕鬆愉快的藝術創作手法 而且可以通過這個線上模式和大家一起展示一下 這個時間即將進入我們的小遊戲環節 又是時間準備好你的手機,探索我們的QR Code 今次這個題目的問題就是 大家知不知道閃繞畫是哪個國家的人發明的呢? 知道答案的朋友,記得馬上探索我們的QR Code 填上正確的答案就有機會拿到和平禮品一份了 The question is, do you know which country invented Sentango? Please scan the QR Code and fill in the answer in order to win a peace gift packet 大家應該都很容易知道答案的 可能還有一點點 research 講到每一張畫作 怎樣能夠感動到大家 發生到和平的正能量呢? Let's invite Drawful Peace Creator Mrs. Elijah Phong We want to set some light on Sentango Please welcome 有請Elijah www.revio 不妙 我 也算是 他 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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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好,Elijah 我想请问Sentango是什么绘画工具 跟我们平时的木颜色和水彩有什么不同呢? 真的有些不同 其实绘画Sentango很简单 大家都看到有些针筆、纸筆和素描的素描筆 除此之外,我们需要一些叫纸砖 是不是很小? 跟传统的绘画工具完全不同 可以小到这样 你有没有想过可以在这么小的地方 我们都画一幅漂亮的画 也有些是三角形 Sentango不需要像水彩或油画 有这么多工具 但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在咖啡里画一幅 很好的Sentango作品 可以享受咖啡或看什么 突然有感而发的情况下 就去画出他这个作品 我也想请教一下Elijah 到底这次很特别 用Sentango的形式去表达 你对于这次比赛的期盼 会期盼达成一个什么目标呢? 你觉得 其实今次 为什么我们会想到 用Sentango去做作品呢? 因为Sentango近年 其实在香港都非常流行 很多的社福界机构 或者团体 都借着Sentango 帮他们的员工学生做减压 Sentango有个好处 它是利用一些图案 这些图案就不同 我们绝对不陌生 在你的厨房、洗手间 你也可以看到一些砖子 甚至我们平时的衣服 我们也看到一些不同的图案 我想你也见过 有些可以隔阶 有些圆圈 不同的图案 其实这些是任何人都可以画得 它没有一个境界 我觉得有个好处 就是Sentango 我们是一笔去画 一呼一吸 它的过程内 是令到人感觉到 一个很专注 很放松的感觉 特别是我们享受一杯咖啡 听着音乐 是否很放松 不要说听着音乐 我只看着Elijah你画 我都觉得很治愈 我觉得很随心 好像不是很刻意 平时你画画 不是要构图 要想比例 要怎样混色 我看到无论是Elijah自己 或者是旁边的小朋友 都是很随心 很不经意地去想到 画什么就画什么 我想请教Elijah 这次你觉得比赛 我们的参逐者水平如何 这次我发觉同学的水平都很高 原来得奖的同学 有些可能未正式学过 可能在YouTube看了 或者买书来看了 是自学 这件事都挺好 因为一般人可能怕 拿起一支画笔 你就很害怕 我没有画画经验 原来Sentango有个好处 不论你有没有画作的经验 你一样可以画的 那变成它是没有限制 我们也不用刷子胶 我们不用刷子胶 我们不用刷子胶 怕刷错东西 用你的心 很随心画就可以了 例如我们现在画一个公路 公路大家都看到 很随意 我用这个素描笔 就画了 直着一些线 点线面画了 我会用这支白色 就是纸笔 就会将它做一些陰影 就是让它有一些阴影 然后将它慢慢慢慢推开 那你有没有想过 原来这么小的幅画上面 我们都可以画到一些 很特别的线条 看上去好像一些公路 立体公路 我觉得是很适合老人家 小朋友去画这些画的 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 非常随心的创作 我不知道了 看到旁边有两位朋友 都很努力地展现 今天来到我们的庆典舞台之上 都很想看看 这么随心的画作过后 觉得他们最终的成品 会是怎样呢 小学的时间 即将邀请Elaja 可能介绍一下她自己的幅 或者我们旁边 两位朋友 我不知道大朋友 小朋友 画出来的画作会是怎样 或者会不会知道 Elaja除了今天 她们自己的职场 即席绯豪之外 会不会有些特别的画作呢 小学都可以和她们讲解一下 看到他们差不多完成作品了 即将可以誠邀大家 可以和我们看直播的朋友 去做一个分享 我相信大家都在做一个最后的修正 确保这个作品 是一个最佳的状态出现 Mina 功劳 你会想到是怎样的画法 会不会和我们的现场的朋友 都一样地去处理呢 其实我真的觉得很神奇 因为她这里所有的图案 都是我们生活里面 随手可得的 原来艺术真的 这么近在止尺 反而大家要留意平时生活当中 的一点小确行 有很多很美好的事情 就在自己身旁 好了 经历了大家的一轮的表达 修飾了 好了 请教一下Elijah 和大家呈现一下 介绍你们的作品 我的作品呢 除了公路之外 我亦示范了一个叫春天 是否很有趣的图案 即是她的图案 这个大家一定会获得 小朋友大人也会获得 可以看看我们身边的小朋友 我们的得长者 是其中一个 以及Raymond 其实Raymond也是导师 她还有我师兄 她还比我更加前 去学习蝎妙画 我们去看看大家的作品 一想Elijah的这个画作 里面又好像有些圆圈的图案 再加上公路 看上去又好像很舒服的感觉 遇着毫无违禍感 也都可以让Elijah 和大家讲解一下 或者等我们 你想由你去讲解 还是我们去跟我们得长者 和Raymond去聊聊天 还是Elijah 你用专业的角度 和我们分析会好些 不如去Raymond说一下 好啊 我们邀请Raymond 过来和Raymond 聊聊天 我看看Raymond的画作 Raymond 你这个画作 是有些耳膏同工的 但当中有什么特别之处 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都是公路和春天来说 就是按我们一些 我们自己心里面有些什么 我们可以随意地画 那其实我们是无分 我们是无论公路 可能是很阔 很窄 各方面来说 我们都是很随意 很放松的去画 那个感觉 那个感觉 那个感觉行先 那个感觉即时性的 那我们中间这位同学 看到他默默默默默 埋手苦干 哇 很丰富的画面来的 同学生 或者等Raymond 或者讲解一下 是不是 好 等Raymond 那Raymond分享 那这位同学 其实他也是画春天 和公路 那其实他的画法来说 他也是可以很轻 就是他就会是一个 很有规条各方面 你看到他的排斥 各方面的布局 都是一板有环 是很舒服的 去呈现出来 那所以呢 其实这位同学 他也是用一种很舒畅 很慢的方式 因为神秘画的最终 都是要令我们放松的 那么欣赏到我们三位的作品 同一个题目 看到春天和公路 我们也可以给我们的镜头 可以展示分享一下 三位的嘉宾 他们分别的作品 那么 看到同样的 哇 春天就有一些花开的感觉 而公路 就是一些很值得的线条 那边 那么这个时候 欣赏到我们的精彩的分享 再次给点掌声 Elijah 以及Raymond 和我们的得章同学 去到为我们做出 整天国的分享 这个时间呢 不少得有我们大会 要颁发感谢状的时候 我们即将邀请我们的嘉宾 来到舞台上 我们颁发感谢状 May we invite our peace center co chair Mrs. Mrs. Lung to present a token of appreciation to Ms. Elijah Fong 再次感谢Elijah 来到现场的时间 我们都成邀 我们梁女士 再次来到舞台上 为我们 帮发感谢状 给Elijah 非常之好 大家看完之后 相信 我们的观众 或者Mina 我们两个都能够尝试 我们立刻 就看可不可以 买杯咖啡 学Elijah 或者说 马上很有感而发 很chill chill 很轻松的 可以画到我们的画作 这个时间也邀请梁女士来到舞台上 邀请我们三位 可以连同你们的作品 一起拿起 那我们可以有请 梁女士 为我们 帮发感谢状 给Elijah 代表 那我们一起 来到我们的慶典之上 很特别 很放松 很迎合我们的大会主题 听到画画 或者分享的时候 我个人看完都很放松 很放松 而且没想过 一个这么小的卡字 原来就已经可以画到 一个这么漂亮的艺术品 小小的画纸当中 画作的意义 和他表达的呈现方法 相当之非凡 好 一起望向中间的相机镜头 我们再拍一张合照 好 我们再来一张 继续望着相机 OK 麻烦 再次感谢 Elijah 以及Rayman 以及我们的得证同校 Thank you 木服 이죠 谢谢 电视程